在Nikon高階相机上几乎都有双G卡槽设计 它不只是好根而已 也是你作品的追焦保险 设定方式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先把两个G卡槽都装入适用的G卡 关上户盖 ZX后原厂已经预测有G卡槽以内的G卡 来记录我们所拍的照片和影片 此时点选G被的Menu键 选择相机的图示 找到ZX2G卡的功能选项 点进去后有三种模式可以选 第一种测定 是在G卡槽1的G卡拍满之后 转由G卡槽2的G卡来进行记录 等于是扩大G卡容量 减少拍摄中更换G卡的麻烦 第二种则是让G卡槽1和G卡槽2 同时记录 取一份档案 这样的设定 等于都买了一份保险 第三种则是当我们选择 同时拍摄RAW档和JPG档的时候 G卡槽1是存取RAW档 G卡槽2是存取JPG档 让摄影者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在拍摄初期就完成基本的分类 至于影片的部分 首先同样点选G被的Menu键 点选短片拍摄选单 进入储存目的地选项 就可以选择要用哪一个卡槽来记录影片档案 让你可以更弹性的应用G卡空间 不管你是一般的玩家 或是专业摄影师 都应该好好利用 专G卡的设定 让你的作品获得最佳的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